谁能想到一个爱玩游戏的舞蹈老师 硬生生被网友逼得穿上了黑丝 视频中的这个小姐姐 是个爱跳舞的模特教师 身高176厘米的她 有一双洁白的大长腿 刚开始的她只是分享一些自拍照 以及生活中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视频 也许是网友们也看不下去了 认为拥有一双美腿的她 太浪费了 于是鼓励她去跳舞 热心的小姐姐 为了满足网友们的需求 也是开始拼了 于是开始在室内以及室外 穿一些紧身的衣服 或者鹿腿的裙子 挑起了网络上很火的舞蹈 果然凭借着苗条的身材 吸引了一部分的网友 粉丝也开始长起来了 随后几个月都是这种风格的视频 但是到了后期 视频流量都极为稳定 没有真正的火爆起来 刚好某一天抖音上出了个潜艇游戏 很多网红跟着拍 就把这个游戏带火了 于是这个小姐姐也试着网了一下 没想到视频突然流量暴涨 粉丝也带动起来了 蹭蹭往上涨 从此 这个爱跳舞的老师 开始迷恋上了潜艇游戏 为了添加自己的风格 还特意穿了紧身的舞蹈服来玩 把自己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 果然不少网友的目光被吸引进来了 感觉看她玩潜艇游戏 比自己玩还要带劲 她的粉丝量也是蹭蹭往上涨 不久就突破了几十万 成了一个小网红 也许是网友们 长时间看她玩游戏的视频多了 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了 于是流量又开始趋于平稳发展了 网友建议她赶紧换点其他风格 一看又回到了以前的老样子 小姐姐这可就不满意了 得想办法改变一下现状才行 不知道她是受谁的启发 终于在某一天上传了一个 穿着紧身连衣的包臀裙 腿上配上黑丝 一双高跟鞋打底 跳了一段网络上很火的舞蹈视频 瞬间就立马带动了粉丝们的狂热 流量也是蹭蹭往上涨 这个风格可是大受欢迎 连老粉丝都还是停留在 她玩潜艇游戏的印象之中 没想到 突然直接变成了大长腿加黑丝 性感的装扮配上舞蹈 这可是把握住了粉丝们的命脉 她每天还不定时地直播 高颜值加上大长腿 温柔如麻的声音 使得粉丝蹭蹭往上涨 如今更是突破了一百六十万的大关 不少网友更是在她视频下面评论 问她什么时候离婚